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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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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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乡里 往往的是好几家勒紧裤腰带凑钱 才能买得起一头 耕种的季节就要到了 可牛却被害死了 这让受害的人们家里怎么得了 事已 这是在乡里成了不得了的大事 人们去衙门报了案 很快就有牙医来看过了 但是 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乔牛死的情景 不像是人为所作 既然不是人做出来的事 那么肯定就是妖怪或是什么鹦鹉了 人们聚在一起 胡乱猜测着 越猜心越慌 一晃到了下月初 大家不安的心情还未平复呢 又发生大事情了 这回 死的不是羹牛 而是活生生的人 那死法 与牛一样 这下渴了不得了 整个乡里的人都惊惧不安起来 出了事 就得去解决 不解决 这日子就没法过下去 理须召集相关的人员商议 最后一致得出 出事的地方挨靠着大山 害死牛和人的怪物一定是藏在深山里 那么 得派几个年轻的后生一起进山 将怪物杀死 至于派哪些人去 一时还没伤讨出结论 对于未知的事物 人们总是心怀恐惧 很难有自告奋勇者 莫人主动上前 那只能硬性安排下去 理须不愿做这个人 把权力完全交给了积家大姓氏的族长 潘耀武是潘姓家族的人 虽然如今没有在乡下住了 可他母亲和弟弟还在乡下生活呀 因此他被族长举建了出去 说他力大无比 乡里无人可及 与此同时 潘耀武的母亲王氏还拿出了一把家传大刀 给他傍身用 我听你父亲讲过 此刀名为斩阴刀 一刀下去 无论是妖怪还是鹦鹉 都躲不过去 这是一把很漂亮的刀 刀鞘和刀把上刻着精细的暗闻 还有一些看不明白的字符 将刀抽出 刀刃闪着蓝光 很是锋利 好道 族长大喝出声 接着又对潘耀武说 你母亲在乡里是出了名的贤惠 是人们口口相传的好母亲 如今为了你的安慰 更是连家传宝物都拿了出来 以后 你可要多多孝敬他才是 我知道 潘耀武硬下 笑得有些腼腆 借过刀 转头看见旁边还有两个瘦弱的年轻后生有些疑惑 族长解释 到时他们与你一同前去 潘耀武没有同意 若凭力气 他二人加一块都不如我 此行凶险莫测 还是由我一个前往就好 免得还要腾出精力照顾他们 那两个年轻后生的父母听了很高兴 连声附和 是呀是呀 耀武这孩子说的极为有道理 族长臣吟了一下 汉手同意 就按耀武说的去做 出发的这日 潘耀武看见其他机族的同行者 同样拒绝与他们一起前往 虚拒一怪物而已 哪里用得了这魔多人 见他口气很大 态度又坚决 同行的人莫跟他客气 放下器械 各回各家了 看着他独自离去的背影 理须很不解 问潘兴的族长 多谢人去 也是多谢帮手 他为何不肯 潘兴族常面色如常 恶物须由恶人治 他一人觉得行 那就行吧 潘耀武走得很洒脱 头都没回忆下 他把大刀用快黑布包了起来 斜挎在身上 一点也不显眼 出了城 往西南方向走了一个半时辰 来到一条河边 过了河 便进入铜鞍巷的地带了 原先河上有一座独木桥可供人行走 现在不知怎么回事 桥从中间断裂开来 破木板悬在上面 欲断未断的样子 走之机还可以 人哪里敢走啊 好在河不宽 河水也不深 卷起裤脚来淌水过去 像潘耀武这磨高的个头 估计水位就在大腿处 咕凉了一番后 他卷起裤脚准备过河 就在这时 边上的一位阿婆叫住了他 小伙子 你能背我过去吗 阿婆个子长的瘦小 对于潘耀武而言 根本就是毫无负担 他二话不说 背起阿婆就下河 等走到对岸 当真没有让阿婆的鞋子湿一点 阿婆很感激他 小伙子 你的衣裳都湿了 我家就在前面 去轰轰衣裳吧 潘耀武没有拒绝 点头硬下 也好 阿婆的家确实不远 一盏茶的功夫就走到了 阿婆请潘耀武进屋 为他升起了一个火盆 潘耀武是个不善于言辞的人 说了声多些 就只顾在火炉边烘烤衣物 阿婆没有介意他的挂颜 转身去造煎给他煮姜汤水喝 姜汤水煮好 潘耀武的衣服还没有烘干 阿婆让他先喝姜汤 自己接过他的衣物烘烤起来 小伙子 你是要去哪里 潘耀武喝了口浆汤 润了润嗓子 如实相告 去山里 杀掉吃牛和人的怪物 阿婆点点头 那怪物却食害人 难为你了 抬眼仔细看了看潘耀武 我瞧着你好似带了一把刀 潘耀武闻了一声 坐那磨洞 继续喝姜汤 能给我看看吗 阿婆的面色平静 若仔细看 他的眸中含有深意 只是 潘耀武没有瞧出来 他低头把包着刀的黑布解开 侧头看向阿婆 就是这把 他们管它叫斩音刀 斩音刀 阿婆的语气里似乎含着怀疑 虽然他有些惊计 但并没有起身上前夕看 继续将手中的衣物 放在火盆上烘烤着 少请 又道 哦 这刀很漂亮 我母亲说是家传的宝物 潘耀武跟他解释 语气里含着几分骄傲 阿婆微微点了点头 莫吭声 一碗姜汤喝完 衣物还没有烘干 这时 从门外走进了一个小伙 看到潘耀武愣住了 你怎么在这儿 潘耀武看到他 同样也愣了一下 你来这里做什么 来人是庞文才 他大摇大摆地坐到潘耀武面前 将手中一个罐子放到桌上 然后坐下来 给自己倒了一碗姜汤 喝完才道 我的家怎么不能来 你的家 潘耀武疑惑了 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阿婆 阿婆笑道 文才是我的孙子 我特意叫他回来 与你一道进山 潘耀武更疑惑了 问庞文才 你除了会坑蒙拐骗 还会做啥 跟我去 岂不是要白白地送命 庞文才直接催了他一口 我坑了你 骗了你吗 告诉你 我做事向来是有原则的 对于好人 我从来不骗 潘耀武善笑 我都与你并列为恶人了 怎么可能是好人 庞文才挑了挑眉 好人恶人 自己心中有数便可 潘耀武嘴捉 说不过庞文才 盗了他一眼 走到阿婆身边 接过他手中的衣服 婆婆 我来吧 阿婆一直笑眯眯的看着他俩半嘴 这会把手中衣物交还给他 起身往灶间走 我给你俩做饭去 潘耀武边轰衣裳 边问庞文才 你真要跟我一起去 庞文才认真地点了下头 我确定 潘耀武不再说话 他觉得这祖孙两个都好奇怪 吃完饭后 庞文才收拾碗筷 阿婆则去了礼屋 在出来时 他的手上多了一把刀 直接递到潘耀武面前 多带一把 好防身 潘耀武双手接过 细细的端响 黑色的刀鞘上任何花纹都没有 看上去很古朴 只是 拔出里面的刀 就见刀刃上的钢纹斑驳 寒光凌冽 显得诡异而肃杀 好道 情不自禁脱口赞了一句 此刀拿在手中 就知非同寻常了 这是我家祖传宝刀 斩阴刀 庞文才从早间钻了出来 很是自豪地说 我祖父没少用他斩杀阴武 这把也叫斩阴刀 潘耀武不由自主地用眼睛 瞟了瞟自己的那把 庞文才撇了撇嘴 很是鄙夷 你那把刀花里胡哨的样子 管用吗 毕竟是打铁出身的人 两把刀当中哪一把好 潘耀武心中有数 只是他不想说出来 我们现在出发吧 不急 庞文才拦住了他 还需再等一人 潘耀武问他是谁 庞文才故意不说 你认识的 潘耀武一头雾水 只能耐着性子陪着他等 一刻钟过后 有人在外头喊了庞文才一声 走了 庞文才笑嘻嘻 跟祖母道别 包起仙头带进来的罐子 率先走了出去 潘耀武向阿婆倒了血 跟在他后面走 外面的人背对着大门站着 一身玄色尽装 很是俐落的样子 尖头上还扛着一把威武的大刀 听到声音 他转过头 嘴角往上弯起 三个恶人都到齐了 出发吧 潘耀武整个人都猛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庞文才笑道 如你所见 孔庆和我们一道去 潘耀武很是不解 可他经常流连烟花场所 语气里的不屑 让孔庆很不高兴 我去烟花之地 关你何事 庞文才赶紧拉着两人走 边走边跟潘耀武解释 孔庆经常去烟花之地 并不是如人们所说 贪恋那里的美色 而是在打探消息 潘耀武拒绝潘姓同行的人 这是被祖母知道后 他觉得此人的心底非常善良 但是能吸进更牛和人血的东西 肯定不是好惹的 他怕潘耀武吃亏 便特意叫自己的孙子 前去帮忙 毕竟 庞家有收拾鹦鹉的经验 庞文才私底下和孔庆的关系很好 他知道这次深山里的东西 以及所藏何处 都被孔庆打探得一清二楚 拉上他一起 必定可以避免盲目寻找所带来的危险 原本庞文才和孔庆是约好了时辰的 哪只祖母在河边遇上潘耀武 出言试探 把他带回了家 三人这才得以聚在一块一起出发 最后 庞文才意味深长地跟潘耀武说 别人说你是恶人 你就真的是恶人吗 真正的恶人 是躲在别人背后享受他人成果的人 潘耀武没有回答 心中的震撼着时时不消 黄昏的最后一抹微光躲进云层里 天地间庞扶被黑沙罩住 山道上 三个年轻人快不留心地走着 莫人愿意落后一步 深山里有一处无主的古墓 那荫雾就藏在里面 庞文才将手中罐子的封皮撕开 将里面的液体倾倒在洞口 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在空气里飘散开 三人躲在附近的灌木丛里 紧紧盯着洞口 生怕错漏任何一个细节 不到半壳中的样子 从洞口出传来 犹如人传着粗气的声音 一道身影走了出来 潘耀武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在昏暗的月光下 他依稀瞧清身影的真容 干瘪的面容 好像是一具僵尸 不是好像就是僵尸 以吞食活物的精血生存 这是怎样的邪物啊 潘耀武从未见过此类东西 整个人开始微微颤抖起来 僵尸嗅着血的味道 左右转动着脖子 企图找到活物 就在这时 庞文才开始行动了 他从怀里摸出一张符纸 左手捏了个绝 右手飞快的降符纸抛出 扶纸紧紧的贴在僵尸的身上 他的动作停顿下来 趁此机会 孔轻握着刀冲上前 向僵尸砍去 就在刀即将挨上他时 僵尸往旁边闪了过去 潘耀武紧追起后 也拿刀冲了过去 只是鬼是神差地 他拿的是母亲送给自己的那把 僵尸双手一合 夹住了潘耀武的刀刃 潘耀武用力抽了击下 没抽出来 就在他想拔出另外一把刀时 僵尸把手中的刀甩向一旁 潘耀武跟着飞了出去 感觉自己的骨头都要断了 疼痛不已 刀与刀柄分离了 潘耀武握着刀柄 当场就傻了 这时僵尸可默闲着 他横身摆臂扫飞了孔庆 力气非常大 以至于孔庆的右腿骨折了 孔庆不能再打了 旁闻才瞧清楚了是怎么回事 骂了一句糊涂害人啊 转而叮嘱潘耀武 用我家的刀死尽握在手里 不要松 潘耀武心里一领 抽出身后那把古朴的大刀 用刀尖支撑着地 实力站了起来 伺机进攻 旁闻才从怀里摸出一大把的符纸 口中念念有词 左手捏绝的速度加快 当他念完最后一句 将手中的符纸全部抛出 符纸在空中飞舞着 就是没有一张飞向僵尸 孔庆嘴角抽了抽 你这本事 比起你祖父来 差的可不是一点点 他从身上解下一根鞭子 坐在地上使力往上挥舞着 试图用边尖将符纸摔到僵尸身上 旁闻才呲牙咧嘴地说道 实在是太紧张了 接着又往身上摸了几张符纸出来 僵尸转了转头 向孔庆走去 瞧上去 这人不能走动 是最好对付的 潘耀武鼓足勇气 双手握刀 冲上去对着僵尸就是一刀 咔 是骨头碎裂的声音 旁闻才来劲了 得手了 再砍 这时 正好有几张符纸被孔庆的边间摔中 从僵尸头顶落下 贴在了他的身上 他的行动变幻 潘耀武趁机上去补了好几刀 最后一刀 劈在他的脑袋上 僵尸的骨架支离破碎 彻底死了 三人这才摊坐在地上 大口喘着气 潘耀武回去是需要交差的 他用布包了僵尸的脑袋起来 又去寻找了自己的那把刀 重新将刀柄安装上 做这些事实 他一直是默默的 倒是庞文才心里不解气 骂他 早就叫你不要用这把刀了 偏不听 白白的让孔庆受伤 别说了 孔庆拍了拍旁文才的肩膀 他不是有意的 潘耀武低头来到孔庆身旁 很诚恳的道歉 对不起 回去时 我背你 他心中就是想不明白 为何母亲给自己的祖传宝刀 如此的不堪一击 当三人重新回到庞文才的祖母家 阿婆已经熬好了一锅药粥 给他们驱邪压惊 乔潘耀武始终闷闷不乐的样子 阿婆问清石油后 皱了皱眉 斩阴刀 一向只有我们庞家有 这在乡里积个大家族中 并不是秘密 至于你母亲为何要说他给你的是斩银刀 这点我也弄不明白 人心这东西最难揣测 有些事情 只能潘耀武自己去领悟了 潘耀武不吭声 阿婆也没有多说 喝完咒 让庞文才领着他两个去歇息 一日 潘耀武向阿婆告辞 阿婆交代他 你要记住 回家后千万不要喝酒 谁给都不要喝 潘耀武闷闷的点了点头 我记下了 庞文才找了顶轿子 让人把孔庆抬回家 自己则跟在潘耀武身后 跟他耳语了几句 这时啊 你得听我的 准没错 潘耀武又是闷闷的点头 我知道 潘耀武斩了鹦鹉 并把其头颅带回来的事情 很快在乡里传开 乡民们奔走乡告 李须更是放宽了心 夸赞 潘耀武是条好汉 晨午时 潘耀武回了趟家 王氏见到他 有些激动 你可是卫乡里做了件天大的好事 你立功 为娘替你高兴 特意准备了些韭菜犒劳你 潘耀武不肯留下 铺子里面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做 我肯个磨磨就行 平日里都是这样的 王氏不听 仍旧拉了他往席上坐 平时是平时 今日可是不同的 拿过一支碗 给他倒满了酒 才温的水酒甜着呢 潘耀武推辞不过 拿过一支碗 从自己碗里分了一半酒过去 今日身子发得很 喝不了一碗 这半碗酒就给弟弟喝吧 回头招呼弟弟潘光臣 来来 过来一起吃 潘光臣八岁 高兴的飞奔过来 端起酒碗就往嘴边送 不能喝 很快 酒碗被王氏拿掉 他脸上的笑容有点僵 你弟弟年纪还小 不能喝 随即弯下腰跟潘光臣说 去旁边玩 潘光臣虽然答应了 可身子却没动他 潘耀武笑了笑 端起自己的酒碗喝了一大口 这水酒还真甜 又指着先前倒出来的半碗 说道 母亲你也喝 好好 王氏嘴上硬着 却没有端碗喝 而是殷勤的不停给潘耀武夹着菜 待潘耀武喝掉半碗酒 又吃了些菜后 王氏还是一口都不沾 潘耀武觉得奇怪 母亲 这一桌子的酒菜 难道只是为我一人准备的吗 你们一口都不吃吗 王氏不懂声色 慈祥地笑道 吃吃 等会儿就吃 可弟弟已经很饿了呀 潘耀武夹了一块子菜 飞快地塞入一旁的潘光臣嘴中 一起坐下来吃吧 别站在旁边看了 一桌子的菜 只能看不能吃 潘光臣早就垂涎欲滴了 所以 当潘耀武把菜送入他嘴里时 他很高兴嚼了起来 王氏的连力急变了 他扑了过去 伸手往潘光臣嘴里抠去 不能吃 赶紧吐出来 潘耀武冷眼看着他的举动 这时傻子也明白这桌韭菜有问题了 我何时得罪过母亲 让您对我有这么大的仇恨 王氏抿了民嘴 仍是一副慈母的样子 这话打哪说起呀 别胡思乱想 弟弟吃饭没样子 我只是让他晚些吃而已 母亲想多了 一家人在一起吃饭 哪有这么多讲究 潘耀武边说边拉过身边的潘光臣 又嫁了菜喂他 潘光臣年纪小 对母亲和兄长之间无声的矛盾瞧不明白 很乐呵的吃着 可王氏急了 再一次要阻拦 潘耀武用手挡住他 母亲实在不必这么客气 手臂上的力气很大 王氏奈何他不得 潘耀武索性就让弟弟坐在自己腿上 用筷子夹了菜 一口口的喂 王氏的脸色非常难看 见自己没法阻止 竟直接将桌子掀翻 潘光臣被吓到了 忘记了咀嚼 呆呆地看着他 潘耀武冷声道 韭菜若没有问题 母亲何须着魔着急呢 王氏恨恨地说道 从我嫁给你父亲起 你就没把我放在眼里过 非但不喊一声母亲 就连家庭中沉昏定声 也一发要随你的意 究竟你是长辈 还是我是长辈 潘耀武皱了皱眉 自父亲娶了你之后 我一人就在铺子里忙活 难得归家一趟 也是给你们送家用 每次回来 你可否给过我好脸色 父亲对你百依百顺 走后更是将家中钱财以柄交给你 你又有何不满呢 王氏冷笑一声 狗屁的百依百顺 那铁匠铺子不就是给了你吗 潘耀武很无奈 铁匠铺子是给了我 这个没错 可是 我哪回没有把家用送来 我辛苦养着你和弟弟 你还来计较铁匠铺子归谁吗 归你了又如何 你又能做什么 王氏骂道 归我了 我自然有用处 何须跟你说 潘耀武摇了摇头 人心不足舌吞响 即便铺子墨给你 你也没有必要与族长一道联手除掉我吧 好歹我也喊过你多年的母亲 何必要置我于死地 王氏此时起风了 口无遮掩 族长要除去你 那时你从不给他老人家面子 他家的亲孙子去你铺子里打东西 是给你面子 你倒好 非但分文不少 还要给人脸色看 你说说看 你一人得罪了多少人 害得我和光臣也受你连累 潘耀武苦笑 这到处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亲戚朋友 我今日不收这个人的钱 那么明日也不能收那个人的钱 无论少收了哪个人的钱 都要得罪人 实在不如一视同仁 再说 你知道为何我铺子里的生意忘 只因这十里八乡的 我收取的费用最低 再要我少钱 这铺子实在是不必再开 王氏直接催了他一口 那是你无用 好好的垫铺给你 就拿那磨一点家用回来 实在是不如关了的好 剑梅法语他说理 潘耀武也不愿再多说 把潘光臣从自己腿上放了下来 起身去拿了那把所谓的祖传宝刀 递给王氏 这把祖传宝物 我就还给母亲了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 说完 转过身就要走 哪知 王氏直接拔刀出来 向他后脑梢砍去 啊 一旁的潘光臣惊叫出声 就在这同时 一粒石子击中王氏的手腕 他吃痛 手一松 大刀便落在地上 发出光浪一声响 紧接着 庞文才跳了出来 恐捕头 您可是亲眼见到这贼妇要杀潘耀武的 王氏抬头看见来人 心中一惊 这才醒悟自己上了当 还想再争辩 但恐捕头没给他机会 挥了挥手 有牙医上前 给他上了枷锁 吏声喝道 走 有话去衙门再说 王氏被拖走了 攀光沉下的嚎啕大哭 庞文才吓过他 我可是本地最大的恶人 坑蒙拐骗 无所不能 你再哭 小心我把你卖掉 潘光沉躲在潘耀武身后 不敢再哭 潘耀武向庞文才拱了拱手 今日之事 幸亏有你和阿婆多谢了 庞文才咧着嘴笑 潘兄 不用客气 恶人帮恶人是应该的 王氏是潘耀武的继母 且一心要为自己亲儿子潘光沉着想 巴不得所有价材都归他 阿婆提醒潘耀武回家后不要喝酒 是预料到王氏见他平安归家 必定不会服气 这种心态之下 是必要使出些狠辣手段 而后他还是不放心 又嘱咐庞文才说潘耀武此人嘴上蛮横 但实则内心太过于善良 怕他吃亏 让庞文才去帮帮他 庞文才二话不说 答应下来 他的心济深鬼点子多 在潘耀武回家之前 就偷偷溜到潘家厨房去看过了 韭菜里面确实是有毒 好在他随身带了解药 撒到韭菜里解了毒性 经过审讯之后 王氏被长大二十大半 收监入狱十年 潘家族常收受王氏贿赂 得了三十银两好处费 故意指派潘耀武去杀怪物 实则是想害他性命 当堂被长大三十大半 没收三十银两 返还给潘耀武 在王氏坐牢期间 潘耀武没去看他 只是托人带了张纸条 条上只写了一句话 光臣是潘家子孙 我自会把他照顾好 事情算是尘埃落定了 潘耀武送弟弟去学堂念书 自己赵就在铁匠铺里忙着 脾性还是那么蛮横 庞文才赵就在西街卖狗肉 坑蒙拐骗的事情 他接着做 孔庆腿伤好后 还是经常流连在烟花之底 一切都好像没变 但一切又好像变了 所谓的恶人可以变成好人 而人们眼中的好人 却又完完全全变成了恶人 人们糊涂了 什么是好人 什么是恶人 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呢 要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男子纳妾 小妾怀孕后 倒是示警 小心你的妾室 夫妻婚后多年没有孕育子嗣 丈夫为了绵延后 带纳了一方小妾 没想到小妾怀孕后 倒是忽然找上丈夫说道 你家中必有邪碎 丈夫不以为然 但此后家中竟开始频繁发生怪事 而且一件比一件离奇 娇树将中年大妾 散道人街头示警 康熙年间 贵阳古城里 有个开设私塾的先生 名叫张宗 他原先是个秀才 多次考试不敌后 所兴起了考取功名的心思 后来经没人介绍 娶了米铺掌柜的女儿柳氏为妻 靠住老丈人的接迹 开了一家私塾 生活倒也红火 因为起家是靠住老丈人 所以张宗的家庭地位不是很高 家里的一应事宜 都是由柳氏说了算 柳氏善度 为人也泼辣 寻常张宗多看其他女子两眼 就少不得一顿家法 张宗也从不敢有那些的想法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柳氏的肚子始终不见动静 正所谓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张宗就是在害怕 也不得不硬住头皮找柳氏商议 结果自然是被柳氏一顿臭骂 当老娘生不了的时候 你在那妾不迟 就这样又挨了几年 柳氏都死尸了 张宗又坐不住了 柳氏这次倒也不好阻拦 虽然满腹怨气 倒也同意了那妾的事 于是张宗就花了三百两银子 买了一个名叫小鹅的少女做小妾 这小鹅肤白貌美 身段玲珑 自入门以后 就读得张宗恩宠 张宗以年言子思为由 夜夜声歌 留宿在小鹅房中 把柳氏冷落在了一旁 柳氏心中大恨 可张宗那妾之后 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 小鹅竟真的怀孕了 这下子张宗更是高兴坏了 整天围在小鹅身边 对她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有求必应 这天张宗教完书 急匆匆赶回家 可路过城隍庙的时候 一个倒是拦住了她的去路 说道 施主眉宇之间有黑气丛生 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张宗闻言笑了 道场说笑了 在下是读书人 竟鬼神而远之 怎么会沾染上脏东西 张宗说罢就要走 可那倒是 血拦住她非说她有血光之在 张宗心中痴笑 认为这道事不过是想要钱罢了 随手掏出几文钱给她 哪知这道事却坚持不肯接受 还说道 我乃是龙虎山弟子 下山专为驱邪未到 怎么会向人收取酬金 你不信也罢 我有一张符纸于你 你一定要带在身上 一个月之内 如果遇到麻烦 可以去城西的官邸庙中找我 晚了就来不及了 切记 切记 道是说完 递给张宗一张黄符纸 上面没有写东西 张宗觉得莫名其妙 随手就想扔掉 可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犹豫了一下 还是把她收进了怀中 如夫人举止怪异 龙虎道驱邪秦兄 张宗回家后 急匆匆进了小鹅的门 一番关怀之后 想起来今天遇到的怪事 就想讲与小鹅听 哪知刚说了两句 小鹅忽然惊叫一声 倒地不起 这可把张宗吓坏了 赶紧去请大夫来瞧 那老中医来了一个又一个 就是瞧不出有什么毛病 只是开了肌腹安神的汤药就离开了 之后的几天 小鹅的病非但没有好 反而愈加频繁了 只要张宗一靠近 小鹅就浑身颤抖 再靠近一些就会惊觉 这个发现让张宗心理起了一层阴影 奇怪的还不止这些 连续十多天 柳氏都会梦到一只大住肚子的黄鼠狼 呲牙咧嘴的围绕住自己转 每到后半夜 鸡窝里还会响起惨叫 等到人去查看的时候 只剩下一地鸡毛和一滩滩尚未干涸的血迹 这种种怪象 让张宗心里发毛 道士的话始终萦绕在脑海之中 挥之不去 他急忙奔向城西的官邸庙 推开门一看 道士正在里面打坐 张宗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说道 先前弟子不听道长之言 现在已经有种种怪事发生了 还望道长不计前嫌 救我一救 那倒是张开双眼 仔细端详了一下张宗 脸色微变 说道 你头顶上的黑气已经凝聚成云 再不作为 恐怕性命难保啊 我先前给你的符纸可还在 在 在 张宗说主 忙不迭地把怀中的符纸掏出来递给了道士 口中说道这符纸 我一天也莫离过身 道士接过符纸 随手拿起葫芦 喝了一口水 猛地吐在符纸上 顷刻间 空无一物的符纸上 就显现出一只黄鼠狼 道士表情凝重道 这符纸 专门用来驱邪用的 只要鞋碎靠近 就会焦躁不安 而且符纸上也会映上他的影像 如此看来 你家里必是有黄皮子作怪了 张宗又惊又怕 联系近日发生的种种怪事 立刻就对道昌的话深信不疑 并告知他自己的小妾就是这个邪物 邀请道士一同回家去邪 道士爽快地答应了 并约定三更十分需要 事业三更 道士如约而至 张宗悄悄把他引到了鸡圈 不多时 只见小鹅小心翼翼地钻进了鸡圈 随着一阵凄厉的叫声过后 小鹅走了出来 借助月光 张宗看得分明 小鹅的嘴角残留住血迹 笑容诡异而残冷 张宗头皮一阵发紧 小鹅回房后 道士眉头紧锁道 看来我低估他了 照此看来 这孽处必有千年的道行 我未必是他的对手 待会儿我金屋捉腰 无论你听见什么都不要进去 道士说完就去了 张宗心里害怕 忙请来了几个邻居住镇 那道士拔出桃木剑 一脚踹开房门 吏声喝道 念出 你的时辰到了 说完还不忘把房门关住 只听房间里一阵桌椅倾倒的声音 道士的呼喝声 小鹅的惊叫声 还有野兽的嘶吼声 交织成一片 过了好一会儿 只听小鹅求饶道 小女子知错了 还请道长看在我修行不义的份上 饶我一条性命吧 道士喝道 你既知道修行不义 就应该再细修持 而不该出来害人 如今我若饶了你 天理也难容 看我掌心雷 随着一阵轰隆隆的雷声响起 一切又重归于平静 开门声响起 只见那道士手中 道提出一只硕大的黄鼠狼 走了出来 黄鼠狼口中还在滴住血 显然是刚死不久 见到张宗等人 道士长遇了一口气说道 性不如命 我也该回龙虎山了 张宗赶紧送上银子 道士奸词不受 偏然而去了 智仙令巧破其案 真相出位之择舍 这件事过于离奇 参与的人有多 难免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就这样远传月光 就到了当地县令的耳朵里 这县令智慧通达 善于断无头的公案 更是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 听闻这件事以后 沉吟了半赏 叫来了捕头问道 你对这个案件有什么看法 那捕头回答道 大人我看此事必有蹊跷 县令笑道 不错 我是不相信黄鼻子修炼成精的 此事肯定是人为的 你带几个人沿途打听 一定要把这个道士抓回来 捕头领了命就出去了 五天后回来复命 在县令耳边如此 这般的说了一番 县令满意的点了点头 随即派人抓来了柳氏和张宗 开堂审案 柳氏和张宗跪在公堂之上 正惶恐不知犯了什么事 县令猛的一拍金堂木 贺道大胆的泼妇 你勾结道士 杀害妾氏小鹅 你可知罪 柳氏浑身一颤 斗若筛糠 彭彭彭直颗头道 大人饶命啊 我没有想害小鹅 是那倒是窜夺住我钱的 张宗听的云里雾里 随住柳氏的讲述 一切才浮出水面 原来张宗娶妾之后 冷落了柳氏 柳氏心中早有不满 只是无法发作 那天偶遇一个道士 把他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 还给柳氏出了个主意 那即使柳氏杀的 倒是做法的时候 也是柳氏在外接应 把小鹅放了出来 说到这里柳氏急忙辩解 我没想到他会杀小鹅 这跟我无关啊大人 县令没有答话 继续说道 待人犯 话音刚落 一男一女就被带了上来 那女的赫然就是小鹅 而男的 正是做法的道士 县令淡淡的说道 是你自己说 还是要本官逼你说 男子苦笑一声 不劳大人费心 小人招就是了 这男子名叫赵雨冲 于小鹅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闲才 早就暗生了情愫 只可惜小鹅父母突然患病 相继离世 由他的伯父抚养长大 伯父是个魂家子 收养小鹅也不过是为了换钱 等两人到了结亲的年纪时 伯父狮子大开口 要彩礼三百两文银 这几乎够一个普通家庭生活十余年了 赵雨冲自然负担不起 只好远走他乡 物工赚钱 只是没想到 这一走 就是三年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 伯父已经把小鹅嫁给了张宗 赵雨冲不肯放弃 整天在张宗家转忧 寻找机会和小鹅碰面 要他假装怀孕 刺激柳氏 而自己假扮成道士 趁机替他出主意 让他作为自己的帮凶 成功把小鹅带了出来 若不是县令睿智 此刻他们俩已经是双俗双飞了 张宗这才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还有一事不明 那符纸上的黄鼠狼是怎么回事 赵雨冲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那是江湖术式的小把戏 用毛笔沾住碱水 画出黄鼠狼的形状 晒钱以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时候再喷上江黄水 就会起反应 显现出黄鼠狼的样子 那磨难雷声呢 张宗又问 是我学的口技 赵雨冲说主还吉星表演了一段 果然是唯妙唯笑 最终县令做出了判决 赵雨冲和小鹅装神弄鬼 情有可量 卓赵雨冲开完张宗之父的三百两彩礼后 于小鹅结为夫妻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